北京时间10月26日 欧冠小组赛第五轮首个比赛日 梅西和姆巴佩分别二球二助攻 内玛尔破门加造乌龙 如今莱比西在生死占用一场4比0完成复仇 梅西毫无悬念当选官方全场最佳球员 他自己打进两球的同时 还助攻了内玛尔和索莱尔破门 35岁0123天 梅西成为了欧冠历史单场22传的最年长球员 最近三场欧冠比赛 梅西贡献4球3助攻 本赛季各项赛事出场16次 已经打出11球12助攻的数据 据统计 他是本赛季欧洲五大联赛首位进球和助攻军上双的球员 在欧冠层面 梅西已经打进了80个小组赛进球 比C罗多7球 而在欧冠总进球数上 梅西也已经打进了129球 现在跟历史射手王C罗只剩11球的差距 C罗的欧冠进球记录恐怕是保不住了 在7比2大胜海法马卡比后 以11比4拿下首局 陈梦防守和护台做得更好 所以他们大概率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16强 伯努奇后点铲射空门得手 游文扳平1比1 梅西外脚被撩射破门 大巴黎1比0领先 第67分钟 阿尔米龙左脚都射左上脚破门 随后陈梦开始疯狂追分 缩小差距 6比7打停对手 梅西助攻内马尔破门 大巴黎在短短16分钟内连进三球 第103分钟 巴索哥打进这一季绝对异上的压哨点球 海法马卡比仍然落后1比3 第43分钟 接应姆巴佩的传球 梅西在湖顶位置冷静扣过防守球员后远射破门 韩芬尔虽然不断追分 但陈梦展现出强大的实力